尊敬的 注意同修 注意護法 大家 朝上吉祥 阿彌陀佛 今天再借共修 這段因緣跟大家來接個法緣 感謝我們鄭居士 感謝我們的火法 追同修 給墨學這個機緣 這十幾年來 特別跟著無形法師 但是 到很多地方 做善事信念也好 打佛妻也罷 我看到很多道場 特別是我們雪梨 是很特別的 也可以說非常稀有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你看我們每一年 佛妻不間斷 甚至於最近這個善事信念至少也 有時候連續四次 有打佛妻 有八關災戒 主要的獎金不間斷 很多地方 都沒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好好來擁護 來照顧 來護持這個道場 雖然沒有法師 雖然沒有法師 住在這個道場裡面 但是 對佛法推廣淨土 而對於勸導大家的念佛的精神 這個值得我們來讚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來鼓勵 互相來讚嘆 互相來照顧 非常難得 要建一個道場 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地方 你看 有時候一年要辦一次的佛妻 就很難 像美國啊 歐洲啊 甚至於有時候馬來西亞 印尼 很多地方 所以有這個機會 大家要互相鼓勵 所以今天我要感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緣 來跟大家結個好緣 所以 感謝你們 給我這個機會 如果有講不對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批評 我們都在學習的 人非勝選 殊能無過嗎 對不對 只要你還是反忽 你就避免不了的過世 學佛最重要的 知道錯 要改過 所以為什麼 在佛法裡面 一切法門 都離不開懺悔 一切法門 都離不開這個懺悔法門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借這個音言 再跟大家來 分享 繼續要跟大家來說明的 就是 這個題目 跟大家要分享的 說是 深信淨土 事實不退 往生西方淨土的關鍵 就是下面的那一句 事實不退 關鍵 關鍵就是在這一句話 但是事實不退的關鍵 建立在哪裡呢 關鍵建立在深信淨土 你對淨土深信 你才不會動搖 你對淨土的深信 你才對這一句名號 起了一個信心 不然的話 我們念佛到最後會退心 很多人念佛念了幾十年到最後 心不念佛了 退轉了 很多 不要說我們外面的這些念佛的人 很多就有這樣的例子 什麼原因呢 因為這個末法時代嘛 這個末法時代呢 法比較弱 正法比較弱 魔比較强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個末法時代眾生 容易迷失了 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目標 所以 起心動念 都離不開自己的 不善的念頭 不善的原因 不善的造作 所以產生種種的造業 再加上現在這個很多一些 啊 站在自己的立場 來看這個佛法 甚至於 使人對這個淨土士氣的信心 用這些 謠言 雜說啊 來影響 說我們淨土如何啊 淨土法門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有些人啊 深信不過建立就容易被迷惑了 在這個地方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命好啊 真的我們的命很好 你有這個機會 你有這個機會遇到這個法門 你有機會 能夠聞到這句名號 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過去生 你跟阿彌陀佛結了很深的因緣 所以今天有人跟你說 我要把大千世界來跟你換 或者把這個金元財寶 或者我們世界的金剛寶 說跟你換這個淨土 跟你換西方解釋世界 你那個心一絲毫都不動搖 說明你對淨土那種深信 可以說已經成就了 因為你明白 哪一個是真 哪一個是假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哪一真世界都是真的 都是假的 你明白這個道理 你這句名號啊你會抓住 大家一定要知道 很多那些菩薩 要求都求不到啊 我們今生遇到了 你好好要珍惜抓住 不要浪費這個時間 因為這句名號太容易了 只要你肯念 行住坐卧很方便 你都能夠念 你看現在這個末法時代 你請他來說 你要受戒 他感覺壓力做不到啊 你請他說我們每天來讀五量壽經 他沒有時間啊 但是如果請他 你可以念一句阿彌陀佛 容易簡單啊 只要你肯念 功德不可適宜 因為一句阿彌陀佛代表一切的戒力 一句阿彌陀佛代表 十方一切諸佛的功德 所有萬善 同歸到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你想一想 這麼簡單 行住坐卧 處世代人借悟 只有你肯念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那功德無量啊 所以真的我們的命很好 不落大 能夠相信 能夠念這句名號 你不好好念的不是很可惜嗎 那關鍵怎麼念呢 關鍵在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我用一個比喻 你要用什麼心態來念 你看這個 用一個比喻 對啦 釋迦摩尼佛在《地藏菩薩本願經》第六品 第六品就講如來讚嘆品 釋迦摩尼佛為普廣菩薩 就是為大眾介紹 地藏菩薩的功德不可思議 省力不可思議 願力不可思議 把這一品講完之後 最後的普廣菩薩出來合掌恭敬 你看那個普廣菩薩用什麼心態 對釋迦摩尼佛而來接受呢 你看最後的那一句話 偉然頂受啊 普廣菩薩在釋迦摩尼佛的面前 而跪下來合掌告訴釋迦摩尼佛 偉然頂受啊 什麼叫偉然頂受 就是用我的恭敬心 真誠心 我來接受佛陀的教誨 依教奉行 所以念佛也是如此啊 這句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如果我們沒有用這種的心態 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你只跟阿彌陀佛借個緣 你沒辦法往生西方淨土 你沒辦法聊生死的 所以心態很重要的 所以一切法門歸納起來 就是你能不能依教奉行 我們現在的人缺乏這個 所以為什麼我們念佛不能得利的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心態 你的真誠心 你的恭敬心 顯不出來 而且我們這一段時間的修行 很多人的真誠心恭敬心 都是假的 它不是真的真心 真正的真誠心恭敬心 一示好對一切眾生 當作什麼 都是諸佛如來諸佛輔的看待 這個才是真正的恭敬心 依教奉行 所以尊敬的這位同修 聽經最重要不是聽再多 不是再多或者再 最主要的 你能不能聽懂 我所講的佛法 只要你一句 兩句 三句 五句 功德就不可思議了 如果今天我們每天聽經 每天讀經 每天念佛 但是對佛法的內容 不是真實意的去了解 就算你把全部 釋迦牟尼佛49年 所講的經典 你也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佛法關鍵不再多 關鍵就是在經 經就是講精進的意思 所以我就借這個因緣 跟大家來講一講 如何建立自己的信心 對淨土法門 希望大家互相鼓勵 因為我們時間不多 一個星期 請暫時跟大家 跟大家 一個禮拜來跟大家 見面 來 分享 所以 你要鼓勵我 鼓勵我自己本身 給我這個機會 你能夠參加這個供修 然後大家一起來 學習佛法 這個對我來講 是最大的鼓勵 如果大家不來參加 我一個人講 有沒有什麼好意思 對不對 你們大家在這邊 我有這個機會 把我修學的這個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最大的供養 一切供養為大 法為大的 所以要記得 請法師 如果到家裡 請兒吃個飯 你要記得 你要請法師講幾句話 就算一句兩句也沒關係 就等於什麼 再請法了 那功德無量啊 普行菩薩不是講的嗎 一切供養 什麼樣是最大的 法供養 就算這個法師 為你們講一句阿彌陀佛 你也功德無量 福報是怎麼修來的 就是這樣修來的 所以請法很重要 不然的話 你看那個道立天的天主 四體還暈 為什麼要請釋迦牟尼佛到道立天獎金 你看一起 十方一切諸佛 全部通通來了 沒有一尊佛都不落掉 你看他的福報有多大修 太大了 所以首先呢 先跟大家講一講信這個字 我們念佛 我們看下面 我們念佛不但是信心最重要的 而且修一切法門 都離不開信這個字 一切法門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四十九年 三百以外 都離不開這個 所以為什麼呢 釋迦牟尼佛交代他們入涅槃 譬如說 為什麼我們每一步經一開端 你看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 每一步經一開始 必須要從魯士我文開始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交代阿難尊者 還沒入涅槃之前 每一步經一開端必須要從魯士我文開始的 什麼原因呢 如是 是講什麼 就是為我們說明信成就 所以信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修念佛的人是一個手段 你要進入一切法門 你沒有這個手段 你是沒辦法進入的 但是每一個人不是那麼容易的 比如說你請人家 你跟我一起來念佛 不一定他會聽的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最精彩的故事 是誰啊 阿瑟瑟王 你看阿瑟瑟王臨終的時候 他的果報現前 什麼果報 無間地獄啊 但是他的命好耶 真的他的命很好 為什麼呢 他遇到了大善之士 這個大善之士是誰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告訴他 你要趕快念佛 你來不及的 只有這句阿彌陀佛才能夠得救 你要相信有西方基督的世界 你要相信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 你要相信阿彌陀佛願意不可思議 你現在你能夠相信 你就能夠往生西方基督的世界 沒想到阿瑟瑟王他命好 他的福報太大了 他相信 後來往生西方基督的世界 而且品位高啊 那從這個故事裡面誰救了他呢 他自己啊 而自己建立在哪裡 他相信 相信誰的話 相信釋迦牟尼佛的教會 所以佛陀 此方諸佛如來 只是為我們一切眾生 持一條明路 關鍵是在我們自己本身 今天哪怕是 左腳已經在無間地義 右腳還在這個世間 你真的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 願力不可思議 只要你肯相信 哪怕一念十念 都能夠救得出來的 關鍵是你自己本身有沒有這個信念 那個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們看下面 佛 佛為我們怎麼說呢 我們看下面 這些話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我要重複來為大家 再講一遍 就是說釋迦牟尼佛在大方廣佛 華眼睛 為我們講得很清楚 信為道遠 功德母 你想一想 長陽一切諸善根 這個根是講善法 一切法都是從信而生的 所以佛告訴我們 信心是眾道之源 功德之母 若沒有信心 一切善法是不能增上的 有深信一切善法 修行才能增長 一切功德才能夠成就 所以而且最重要的 我們的法生會面 都是從深信而生起的 這個法生會面是講我們的人生 今生你能夠聞到佛法 今生你能夠得人生 都是過去生中 你對佛法 你對佛法 中了很大的因緣 今生又得人生 又聞到佛法 那你想一想 你還要等下一生嗎 等下一輩嗎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不是每一生 不是每一生我們這麼幸運 不是每一次我們都有這麼幸運 真的 今生得人生 你不好好珍惜 那不是很可惜的 所以以前 有很多人問我說 師父 這個彌陀星 這個西方极樂世界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你看 以前很多人有說問我 說師父 往生到西方极樂世界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太多了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最無比殊勝的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 你往生到西方极樂世界好處太多了 從四十八院你去看你就明白了 但是 無比殊勝的是什麼 十方諸佛國度是沒有的 唯堵西方极樂世界才有 是什麼 寿命長久啊 而且無量當無量 你的寿命很長 這個就是西方极樂世界最無比的殊勝 佛的寿命很長 我們跟阿彌陀佛都是一樣 你有寿命長 你跟著阿彌陀佛學習 你必心會成佛的 你一定成佛的 為什麼 因為你時間太長了 而且這個長寿多久呢 阿森奇劫啊 是無法去計算的 大神經告訴我們 你看 你要成佛 你需要多長時間 三大阿森奇劫啊 但是你在西方极樂世界 你的寿命是什麼 無量無邊阿森奇劫 你想一想 那個寿命有多長 太長 太長了 這個就是最大的好處 你今天有智慧無礙 變才無礙 你的身體是金剛不壞身 你沒有寿命長 全部都落空 這個就是最大的好處 第二個的好處是什麼 佛住世上 就是說佛在這個喜樂世界 時間很長 教化重心時間久 所以有九度不喜之功啊 一切諸佛差度 沒有這個事情的 所以為什麼 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 佛說阿彌陀經的時候 六方佛出來做證明 六方佛就等於死方佛 來為我們做證明 證明什麼 西方极樂世界 真的不可思議的 你要發心 你要發願 往生到西方极樂世界 這個就是六方佛 十方佛來為我們證明的 所以你看那個九摩羅鼠大師 為什麼把原本的這一部 佛說阿彌陀經 改為佛說阿彌陀經 佛說這兩個字 說是喜悅 換句話說都是歡喜 佛最歡喜的是什麼呢 你能不能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如果這一生你能夠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佛最歡喜的就是這一桩世界 所以尊敬的 這個就是往生西方极樂世界的壽命 兩種事情 在死方諸佛國都是沒有的 唯獨西方极樂世界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世間 壽命頂長頂多一百歲 你還是要離開這個世間 你活到一百歲 你活到一百歲 你很累啊 對不對 活到一百歲真的好累 如果兒女不孝順那怎麼辦 如果兒女孝順還好 你要保證你不生病 你身體健康嗎 真的啊 你在這個世上真的 你有多長壽命 你還是無常 你還是帶不走 所以剛才已經講過了 有這個機會不要放過這個機會 真的啊 該放下的你要放下 該捨的你要捨 一切許願 最主要的 好好抓住這句名號 不要到臨終的時候 殷心在主走上門 那個時候你要來用功念佛 我告訴你啊 來不及了啦 真的 趁這個機會身體健康 頭腦清楚 你要好好念佛 等到我們啊 那個身體啊 衰弱了 開始沒有體力 這個腦裡面啊 記憶力還得退化 那個時候連念佛 真的很難 所以尊敬的 屬於同修大德 念佛的人 我們看下面 看下面的那一章 首先一定要以信為基本 所以偶依大師在《彌陀經要節》裡面 為我們講得很詳細 所以我藉這個音源呢 我再跟大家來 作為一個總結 把偶依大師 這個信裡面 講得很清楚 分為七大類 那七大類 第一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 下面的 信佛言 偶依大師先教我們 你要相信佛的話 你看那個基督教 首先教你相信誰呢 信上帝嘛 你一定要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就沒辦法了 那你要相信佛的話 首先一定要相信佛的話 那佛是指的是誰呢 就是我們釋迦摩尼佛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念阿彌陀佛 誰叫我們念的 釋迦摩尼佛啊 是我們的教主啊 所以我們作為弟子要順從 釋迦摩尼佛的教誨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聽話嘛 所以淨土法門 我們老和尚常常說 你要老實 你要聽話 只要你能夠聽話 你老實 什麼就好談 如果你不聽話 不老實 什麼都免談的 怎麼說也沒辦法聽 怎麼勸也聽不進去 是不是這個樣 像一個小孩一樣 調皮屌蛋的 你怎麼講 怎麼勸 勸不了 所以 最近 最近 我有認識一位老居士 女兒 結了分 抱了一個孫女 以前很用功 常常天天唸佛 現在 佛號慢慢的減少 天天看著孫女 每天跟孫女玩 早上起來看手機 看的就是自己的孫女 以前早上起來還能夠 死機佛號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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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死機佛號都沒有了 你看 所以現在這個環境真的 修行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啊 說實在真的不容易 我認識他 認識他 他認識他 認識他 認識他 將近16年了 用功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 用功 但是沒想到 你看 你有這個孫女了 你看 阿彌陀佛慢慢的忘了 所以每天我提醒他 没有念佛啊 所以容易退转 真的容易退转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相信佛的话 所以我们看下面 佛一生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三百亿会 而所讲的这些经典里面 都是在我们一部大藏经 大藏经分为三个阶段 经历藏 经历论 那我们应当要遵从 依照佛所说的一切 来修行 来念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依照的 所以过去呢 我跟着悟行师傅去做三十七年 或者多大佛期 或者一些 看到一些道场啊 不管在哪里 美国也好 欧洲也罢 很多地方 我常常听说 一些居士在听经当中啊 或者会出了一些问题 疑惑 来问悟行法师 或者问我自己本身 我们看下面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常常会问一句话说 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应当要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 那为什么要念释迦牟尼佛 不念释迦牟尼佛 而念阿弥陀佛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应当要知道 是我们的教主 就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教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 而且在弥陀经里面 连续的四次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你要老实 你要听话 你要好好地念这句阿弥陀佛 连续的四次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看下面 我们今天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那我们一定要依教奉行 照佛所说的话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要拐弯抹角了 我们一定要听话 你真的要听话 这个就是佛言 佛言就是讲释迦牟尼佛 但是现在众生毛病多 什么毛病呢 不相信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了我们讲的49年 开了8万世间的法门 没办法 不是最对这一类周身而所讲的 那今天我们相信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后来我们看下面 不但是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佛在法华经 华言经 宝基经 大吉经 我们净土三经 一论五量无边的大臣经典 都教我们 劝导我们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仅仅净土三经 连法华经 华言经 这些大臣经典里面 都是劝导我们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劝导我们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既然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今天念佛 专修念佛法门 那就要专念这句阿弥陀佛 老实听话正干 要深信佛所说的话 佛所说的教会 那对于念佛的人 为什么首先一定要从深信开始呢 刚才已经讲了 现代这个末法时代 法若魔墙 许多种种的异形杂说 往往站着 其他的立场 自己的立场 来看这个佛法 使人对净土法门 会生起种种的怀疑 现在很多 非常之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 所以信这个字 我们看下面 最主要的就是除去心中的怀疑 断以身性 才能够打成念佛的目的 疑如果没断 信心就不能增长 我们的信心就是踏实 所以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最后 所以我们学佛要以佛的圣元 都以佛的教会为标准 就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经历论里面的标准 不可以被一元杂说而所动摇 要相信两千多年的释迦牟尼佛而所说的一切法 我们一定要相信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 在弥陀要解里面 首先为我们 劝导 你必须要相信佛的教会 必须要相信佛的话 你这样念佛 你才会不会被动摇 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 两千五百多年前 为我们说明的 但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以释迦牟尼佛代表 来劝导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关键 阿弥陀佛的功德 阿弥陀佛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释放一切诸佛如来 无端的劝导我们要念阿弥陀佛 什么原因 为什么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分享 今天 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这个念佛的重要性 首先你必须要了解 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那我们一定要顺从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不要容易被动摇 人家怎么说是他的事 我们念我们的佛 这个才是关键 人家怎么说 哎呀这个法门好 哎呀那个法门好 就算释迦牟尼佛现在出现在我们这个人间 又来告诉我们 我有一个法门比念佛更好 你也不要相信 到这种程度 那你的信心就成就了 记得 就算释迦牟尼佛出现到现在 在我们的面前告诉我 你还有一法比这个念佛更好 你也不要相信 你要相信2500年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那你就会有成就 将来你必须会往生西方进度 今天我就简单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讲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时间不能讲的太长 大家也要好好念佛 最主要能够念佛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下个星期六 下个星期六 礼拜天礼拜六 来为大家 为什么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尼佛名号的功德 尼佛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六四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师念佛 我们鸿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下个星期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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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跟大家一起共修 一起来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我们的郑总 我们的郑太 一切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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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